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聊聊艾伦的buff第二集 嘿嘿想不到吧 这个系列居然会有第二集 上一次艾伦教学我自己回去看 觉得那时候讲得真好 不是啦 上一次是基础的buff教学 我们一共讲了两种叠法 其中比较难也比较实用的无限叠 现在已经变成主流的叠法了 但它还是有一些劣势的地方 包括上次有提到的 300%成型的时间需要1分钟偏9 以及容错率偏低的问题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要来补充一下 一些进阶的艾伦使用技巧 那今天的话主要会讲到两个部分 其中第一个就是速碟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无限速碟要1分钟后才有300%的buff 那万一有时候故事或是试炼模式 需要很紧急的buff加成 如果没有办法在某些怪物死掉之后 或是刚领到前后马上施放300%的buff 可能会挡不住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速碟就会派上用场了 那这个速碟也不是马上就能开始300%的buff 其实它也是需要30秒的一个前置时间 但是已经比原本的1分钟快了1倍 更适合用于紧急需要buff的情况 再来第二个部分是之前影片里面有提到的 就是如果buff不小心掉了 那时候的补救办法 当时给出的方法是 从漏掉的那次艾伦开始重按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同按也需要1分钟后 才会有继续回到300%的buff 等于是重开一次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再提供另外一个方法 试状况需要可以5秒后就开始有300%的buff 讲到这里是不是很令人期待呢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示范的环节吧 好我们来到游戏当中 首先呢我们先放下我们的艾尔文 那我们把艾尔文升满 这边给大家看的是 但是现在这个艾尔文喔 他这个施放的这个技能 也不是艾尔文啊 所有施放技能的这个按钮 其实他有优化过 也就是你施放过后 可以看到下面他旁边有一条进度条 可以看到他的冷却时间 那这对无限迭来说也 增加了他的这个容错率 就是更不容易失误 你只要不知道点到哪一支的时候 每一支check看看 看哪一支的进度条最接近终点 就知道下一支就是点他了 好那我们一样 把这个无限叠的这个AB两组分开 那我们接下来要先来看看 第一个部分就是如何 无限速叠 其实前面有提到无限速叠的话 他一场只能用一次了 那我们先来实际操作一次 首先看到的是在 我们一样分成AB两组嘛 那我们前面有说过 分成A1 B1 A2 B2 这样子循环做操作 他的用意呢 其实是在把A组跟B组分开来 那分开来之后 让A组的任何时候他Buff加 只加得到B组了 而B组他开Buff都只加得到A组的塔 不会加到自己同一组的塔 那为了要达成这样的方法 所以我们才会有第一轮那个一分钟的操作 那现在速叠呢就是要省掉这个 呃...一分钟的时间 应该说缩短这个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先一样 在B组的部分我们先放下两只艾尔文 这边B组的部分造就没有问题 那A组的部分呢 这边比较不一样的是 A组我们只放下A1的塔 我们把A1的塔放下 并且升满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不放A2 我们直接开启A1的塔 这个时候呢 B组的两座塔都吃到了BUFF 但是呢A组的塔A2 他还是没有吃到BUFF 我们这时候再补上A2的塔 好那其实中间就省略掉了 BUFF到A2的部分 那数到15秒之后 我们再对B1进行 再点B1 这时候A组的两座塔都被BUFF到 这时候就已经自动分成两组了 那当这个30秒过后 当BUFF再次回到A组 这时候开启A组的时候呢 呃... 这时候直接开启A2的塔 这个时候呢 整场已经就是加满300%BUFF的时候了 那这个方法呢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节省 当然反而比之前还要来得快 我们只用了30秒的时间 就让场上的其他塔加到了 呃...300%的一个BUFF 这就是无限速碟的部分 但他就是...就是一场只能用一次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如果碟失误的话怎么办 好比方说 这个我们现在理论上是要放A组的塔 但是呢 A组的塔时间过了 我没有点下A组的塔 这时候我们之前的做法呢 是再重新从这一座塔开始 把它设为A1 然后再用A1 B1 A2 B2的叠法 但是呢 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更快的方法 可以让你只用最快在5秒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开启再次开启BUFF 首先我们要放一座塔 这座塔呢我把它叫做C塔 我把它放在...呃... 它只架了到A组的两座塔 它架不到...呃... B组的两座塔 这时候呢我再放另外一座D塔 哦...D塔这个范围呢 它只架了到...C塔 哦...这样做一个... 连结之后 好接下来开始... 我要开始BUFF了 大家仔细看哦 首先 我要先开D塔的BUFF 开完之后呢 这时候D塔已经BUFF到C塔 这个时候呢 我再BUFFC塔 BUFF到C塔过来的时候 C塔给到...呃... A组的塔 这时候就已经240 接近...300%满了哦 但是还没有满 这个时候我在开启A组的塔的时候 它就已经可以开始造成300%的BUFF 但是呢 这段时间我们要停5秒 过了5秒之后 我们再开启A1的BUFF 这个时候呢 哦...A组的塔 照到了B组2座塔 而B组的塔 待会等那个...呃... C塔给他... 给那个A组的BUFF消失之后 我们再开启B组的BUFF 这时候又可以快速的回到... 你看我们现在开始 又可以快速的回到这个...呃... 无限碟的一个模式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 为什么...呃... C组开完之后 轮到A组的时候 A组这边要等5秒 那原因就是在... 如果说你C组开完直接接着A组的话 那...等到...C... C塔开给A组的BUFF消失的同时 A开给... A组开给B组的塔的BUFF也会消失 所以这时候你可能会来不及开B... 就是...来不及趁B组的塔还有BUFF的时候 开回给A组 所以这边C塔开给A组的时候 要注意等... 其实理论上来说最好是等15秒 如果是我... 状况许可的话 我会等15秒 再开始BUFF 因为这样的话时间是一个Balance状态 但有时候状况危机 你没有办法等那么久 怪我已经走到家门口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快速5秒钟的时间 C组的塔开完... C塔开完5秒钟后 马上开A组的塔 让所有的BUFF... A组开塔开的时候 就可以让附近的塔全部都是300%的伤害了 然后后面如果有空间有时间的话 然后再慢慢把时间调回平均那个状态 好那以上就是两种 一种是无限速碟300%的一个方法 那它的限制是基本上一场就只能用一次 因为塔放了之后就没办法再卖掉了 但如果之后不小心又失误了 没有关系我们还有补救的办法 那就是第二种 多放两支艾尔文的一个方法 让300%的BUFF马上可以放出来 那如果之后后面又有失误的话 如果又是换B组的话 一样 从D开始一路按回来 那如果说是A组失误的话 你可以考虑等15秒之后 从D组开始按 或者是从A组这边放下E F两座塔 那从这边按过来 这些基本上都是可以灵活去变化的 我自己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高端的操作技巧 如果学会了基本上可以确保场上的塔 大部分的时间都覆盖在300%的BUFF之内 在一个团队当中 已经可以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BUFF施放者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变得更强 以后跟别人组队 可以成为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艾尔文BUFF第二集 如果觉得我分享这些小技巧 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 并且分享给身边有在玩Roblox的朋友 如果你对艾尔文的方法 还有其他的理解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我是Tain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